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罪言書室的節目 罪書熱書 今天是甚麼日子 今天是...我想過流行榜 但不是取消 銷售排行榜 九月份銷售排行榜 沒錯,這是我們的取消書房的大日子 今天是跟大家公佈的 但有一本書我們快點和大家說 好,就是這本 《官商同貿》 為甚麼呢 為甚麼我快點說 因為這本書已經上播 所以不需要特別介紹 這是貝宇德所寫的 主要是說香港 殖民地時代 殖民地古 和當時的英國大商家 的一些... 那是勾結的 有些不為人知的故事 和他們之間的恩怨情仇 好 Danny,問一下你 你讀書 考試那時 有沒有喝一下《雞精寶》 我不喝啊,一來多 那...不知道你有沒有興趣看這本書呢 《不時雞精》 這本書就是我們的第九位 對呀,這本就是我們新上榜 第九位的書 由劉寶欣寫的《不時雞精》 那你沒想到 解釋一下這本書是說的 劉寶是我們中大治學系的師弟 他現在是在中大做助教 他就有教授這個課程 叫做《幸福論》 在課程中就講了很多有關 一些幸福的問題 這個名字有玄機的 很多時候我們都有一些書 是... 《心靈雞湯》 對呀,就是《七天要你快樂期待》 嗯 好像很即食的 可以立即令你開心 但這本書其實是想說 幸福不是那麼簡單的 《不時雞精》 所以《不時雞精》 對呀 所以我寧願喝《雞精》 嗯... 那我又不可以用電 又不可以上網 我現在在旺角又不可以過香港 搞什麼?Jacky,你什麼都不能做 沒有啊,我寫了一個名單 因為我不想搏襯地產商 難道你就是一年不搏襯地產商? 嗯... 這也是我們的新上網書 第八位就是不搏襯地產商 哦... 這本書超好賣 是啊 你是不是學了很多東西? 嗯... 現在分開你行 其實這本書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那麼誇張 有的,也有那些部分 但是這本書其實除了講地產商 也有講到地產把握的問題 嗯... 很多時間都 而作者也是去過一些外國的地方 借減了一些外國的經驗 他說其實香港如果你不是幫助地產商 你可以做什麼呢? 因為其實剛才我們都想起 哇,大哥,原來 原來... 原來你不是靈產商在香港 不可以過海 對,不可以過海 不要打巴士 你過了香港 過了香港 可以用廣燈這邊 幫助理交成這樣 不可以的嘛 所以搞一搞一搞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所以就... 有些問題 然後看看你們的書 嗯... 是由捧一名寫上的書 這麼出版的 就是不幫忙的 現在是賣了一本 嗯... 搞什麼?Jacky,你 我在研究自己 為什麼要研究自己? 因為我要研究八十口 八十口不是這樣研究 就看這本書吧 什麼書來的 嗯... 又是我們第二次上榜的 八十口自我研究青年? 是啊,現在這本是第七位了 是啊... 這麼厲害的 走勢寧禮 是啊,她說提醒你 這本書就是賣光了 那不再版了 因為她印了五百本 不再版了 哦,這樣嗎? 可能下期都會繼續採銷 採銷完就沒有了 是啊 不會再版,不會再版人了 不會啊 怎麼說 沒有,快點買吧 肉靠蟲燭 就是這樣 Jacky 嗯... 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 你會做些什麼? 我啊 我想我也會去避避喜歡的人 親愛的人去過 那你呢,Danny 我想 我會去一間酒店 啊,什麼酒店啊 一間 末日酒店 蛤? 那你不是真的幫這間嗎 是 就是這間 和非魂的 末日酒店 這個 每日酒店已經上了榜 所以我們現在要介紹它 嗯 這本書呢 是黃碧麗期待已久的生作 是罕在於安妮寶貝的大房 是嗎? 其實是兩件事 就是分開的 就是它又出了這本東西 它又在那裡繼續練載 哦,繼續練載 嗯 這本是由天地出版的 它就是中英文 它寫了中文 然後就請人譽了英文 嗯 就約出 因為它那時呢 一看書展的時候 它也有被邀請去講 一個關於這本書的講座 那時都幾轟動 是 是 是 因為黃碧麗實在 太久沒有出現過 那 大家有興趣的 我們都可以 找回那天 那本書的資料 因為那時它也有 即場派一些廣義 然後我們後來自己 也有談過 我們要看這本書 可能也要看一些廣義 或者去研究一下上網 一些評論 因為這本書也可以說是 黃碧麗的一個 什麼都說呢 比較難看 比較難看 是 不過它也有上網 誠意推出這一本 黃碧麗的 抹日酒店 哎呦 不能不戴這一本 這本是我們最幸福 八月暢銷的行榜 第五位 不行不行 快點走 快點走 你去哪裡 不行 我們這本書賣光 所以我們慢慢走 那什麼書賣光 這麼厲害 那本叫革命張志 你已經賣光了 變成第四位 我要先走了 快點走 快點走 你先介紹這本書 說什麼 本書 本書其實是一個法國的 一個叫做Invisible Community 的地方出的 它是很常秘的 它是很革命的人 它們就搞到這樣 搞到很多動蕩的事情都可以 怎樣 那這樣搞到什麼 搞到什麼 那它們就說 其實現在這個社會 已經去到一個 不可以再忍受的地步 所以有一場革命 將會發生 糟了 那在香港都賣光了 那我們快點走了 對呀 快點走了 我們 Daddule Daddule 喂 去哪裡 喂 我在這裡 喂 看到你真的好 對呀 你有多好 我很需要你在這裡 因為我介紹這本書 叫做你的弟兄姊妹在 所以我變得弟兄 對呀 達人弟兄你好 這本書就介紹一下 不過我們其實 其實 首先它之前已經上一部 另外我們有另一個節目 已經詳細解釋了 所以其實也不用怎樣解釋 其實這本書是一個 跟四戀的牧師寫的 裡面很明顯 因為他的身份 就會講一些有關 同性戀和阿里蘭 這些基督教律的問題 嗯 當然它會從一個比較開放的立場 去解釋為什麼 其實從基督教律出發 都可以令我們接受同性戀 或者怎樣去講 在同性戀的關愛之中 可以表達到這些基督教律的精神 嗯 有興趣可以看我們 最舒遇的書在上一集 嗯 Gerry 你猜一下 最近有一個人姓馬的 很紅 你猜是誰 三次機會 馬俊偉 嗯 不是 不是 馬國明 哪個馬國明 做戲那個 寫書那個 嗯 都很紅 不是 最後一次機會 都不是 照顧不是馬加輝吧 馬加輝也是非常紅 但是你已經顧錯了 是嗎 因為我所說的是馬克思 真的 真的很紅 這本 整本都是紅色的 這本書叫馬克思維什摩 是 馬克思維什摩 是 馬克思維什摩 是 你看看 這本書 這本書 其實是 最主要是 在全球化 在北京底下 尤其寫金融海誌之後 有很多 所謂馬克思主義的 復興 這本書 會講很多 有關馬克思主義的 一些問題 對 譬如很常見的 香港人有時候 都會接觸到 譬如 你明明馬克思主義 就衰 因為會有極權 又會有很多 控制 又沒有自由 這些 Terry Eagleton 都會被人家 浮飾 其實原本 與馬克思的 也會講 在現在 當前的處境 有很多 馬克思的解釋 是很硬的 他們都會這樣 是 難怪這本書 成功登上 鑽然書室的 第二位 Terry是搞什麼 沒有啊 有種文化 人家種花 又學人種花 對 你學哪個種花 因為我 在這本書 叫做 推土機前種花 我打算 雖然沒有推土機 但 可以種花花 對 現在推土機很糟糕 不如我們來介紹這本書 好 這本書 出版社 都挺特別 可以說一句 就是 之前他們出了一本 叫做 老爹媽師傳 之前他們出了一本書 叫做 老爹媽師傳 現在他們出了一本書 叫做 MCCM 不是同一年 是同一個出版社 對 都是 研究上次 在民間搜集 一些故事的出版傳統 可以說 這本書 你也可以叫做 突文定謀 他說的 就是 推土機前種花 為什麼推土機前種花 因為政府最近 或者近幾年 都做了很多 市區重建工作 市區重建這個計劃 就被以為推土機 這本書只會說 深圳 深上寶 深上寶 我以為我們的視野已經這麼遠 深上寶 重建 受影響重建 受重建工程影響 那幾十家居民的生活 還有 非常值得提 其實它是一個第一身的寫作 這本書的作者 寫作就是 被迫千匯 其中一戶 它有說很多的心路歷程 如何去倫理的關係 在這個過程中 如何被變化 是非常值得提 這個是第一位 誰說的 我沒有說的 我沒有說的 第一位 推土機前種花 Jacky 嗯 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 你會做些什麼 我想 我還是會跟最深的的人一起過 那你呢 當然 我會幫它跟走一點 你笑了 不行 我們笑了 我笑了 我的拍子真的很害怕 你笑了 我笑了 我笑了 我笑完 我笑了 我笑完 我笑了 我笑完了 我笑了 我笑了 你笑了